一张留影凝聚了时间和人事变迁的岁月痕迹 中俄边缘身份在历史脉络中纠缠了大半世纪 直到今天还是藕团丝联 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是中俄文化融合的缩影 华人小庙里供奉的是道教和佛教的圣贤神灵 也只是为了祈求生活的安定 万事能够顺顺利利 在庙外的树上绑上红丝番金 似乎又融入了藏教的色彩 庙的旁边是一座小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堂 白色神龛供奉着东正教的耶稣像 和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就不知道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是否抚平了中俄后裔 一颗颗流离失所的心灵 我听说这里有位中俄年轻后代 放弃了城市生活 回到家乡经营民宿 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这位年轻人回流呢 这就是你们客人住的房子 对 这整座民宿是跟着那个传统的 传统的俄罗斯的那种做来的 木刻楞做的 这个床都是木刻楞的 都是木头做的 对 底下是床榜 但是还有很先进的设备 对 还是很先进的 那个山坡呢 那个是俄罗斯简称苏联 然后那个树旁边那一块 有一道俄尔谷那河 这条河不能够随时这样子游过去 就到俄罗斯了吧 不可以随便游的 它旁边有冰吗 有冰 它旁边有个摄像器摄像头 可以完全看到那个河 你如果偷偷游过去 有没有冰开枪 没有冰开枪 但是你回不来了 但是有冰把你扣在那了 俄罗斯那边那个山坡 看起来挺像我们中国这边的 对 它其实就是中国这边的 以前吧 中国和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这个就要去了是多少万亩地 多少平方亩地好像是这一面 所以全都是俄罗斯的了 分割出了几个省的 这么大的位啊 对 好大好大的一片地 你说你在满洲里那边上班是吧 对 我在满洲里上班 做了多久啊 三年左右 三年当中学了三年的俄语 然后边打工边上学 俄罗斯语 你在那边学的 对 那你在这地方住到几岁才离开了 大概是六七岁左右吧 因为我们上学这地方特别不方便 六七岁上三年级的时候 就必须在外地了 对 我家不光是我自己 还有一个妹妹 小妹妹在外地上学呢 现在就是 对 那我觉得你的样貌 就是有中国人的特征 也有俄罗斯人的特征 别人会不会以比较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是啊 一般都说 我是俄罗斯人 因为你咱们自己看嘛 感觉我不太像了 但是到那个满洲里那一面 基本上见到我 俄罗斯人见到我都在说俄语 都帮我当成俄罗斯人 很少帮我当成中国人 中国人见到我 你好 哥拉斯米姐 我说你好 哥拉斯米姐 就这样子 那你小时候就住在这种 旧的木坑呢 对 我们结婚三年 都在和我男人在一起生活 三岁以后了 农村不都是结婚了 必须得和老人在一起生活吗 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才能自己分家出去吗 这样子啊 那你对这种木坑的房子 有特别的感情吗 有 因为我感觉它比楼房好 冬暖夏凉 楼房现在它不给气 所以特别冷 尤其是我看那个房子 它后面是自己的一个田园 可以种菜啊 做什么的 对 可以种好多青菜 它都是不用上农药 不用上化肥的 是存天然的那种 又好吃又健康 对 又好吃又健康 人还活得长寿嘛 对 您说是第几代了 四代 俄罗斯人他们叫老毛吗 对 第二代就是他们叫什么 二毛子 二毛子 都这么叫 第三代三毛子 第四代四毛子 好像不是很礼貌 对 就是感觉我们听起来 感觉好像是骂人似的 但是他们中国人就是叫起来 就是特别顺口了 你跟他们说这么多 他们有的时候 不理解你 反倒起一些冲突 怪不得不好的 本来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咱们自己误会了 也不大好 那会不会就很 觉得很怪呢 这个边缘的那种 文化身份啊这方面 中国人不大承认你 俄罗斯人又不大承认你的 因为这地方人一多了 自己感觉就是 哎 行到有个地方就可以了 给个地方就行了 所有的华俄后裔 他都是这么想的 因为毕竟是血统的关系 弄成两个国 一个中国一个俄国 只能说是 两国互相交易嘛 这样子 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 走过必留下痕迹 失去的 留住的 都要珍惜 无论明天有多远 这当下一刻 一定要活得比谁都精彩